抵制基本上属于胡说八道 一家也不敢抵制 放两句狠话可以真抵制 没人抵制 为什么 这个运动会 比方先说东京吧 因为推迟已经使很多运员 在训练的过程中受到很大损失和影响 到2022年冬奥会 有的运动员练了四年 甚至有的人练了八年 这个奥运会他能抵制吗 他的国家愿意让他抵制吗 国家要抵制他满意吗 他肯定不同意 你不能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 来损害运动员的利益 我认为抵制说书而已 胡说八道而已 真正没人抵制